我是在这个礼拜一已经得到结果 就是可以得到这个JobSeeker的补贴 我想把我的养老金早一点提出来 政府所有对于这个疫情的补贴 已经投入了3200亿 对于持有临时签证的朋友们 那么也包括留学生了 也有了相关的疫情补贴 整个澳洲的这个疫情的趋势 是缓慢的往下降的 我们家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小的冰箱 现在已经塞满了东西 I'm wondering have you applied for the Centrelink 我刚刚呢已经从邮局还有Centrelink回来了 关于Centrelink申请这个JobSeeker的补贴呢 我记得我当时是去你的MyGov 然后连接到你的Centrelink 进入你的Centrelink的系统之后呢 需要apply你的这个补贴 那么我是apply的JobSeeker的补贴 这个补贴呢就是 你需要填一个比较长的表 很长很长的表 应该是两个礼拜之内 你就可以得到结果 我是在这个礼拜一已经得到结果 就是I'm eligible 可以得到这个JobSeeker的补贴 但是呢因为上个礼拜 我们公司有资格获得JobKeeper的补贴 所以每个员工可以拿两周 1500 你在这个2020年3月1号算是一个分界点吧 在这个时间你年满了16岁 你是citizen或者你是PR 你在这间公司上班 如果你是兼职跟永久的 那就不用说了 如果你是临时的 比如说casual的话 那么你必须要在这个公司工作超过一年以上 并且是有规律性的工作 JobKeeper跟JobSeeker不能够同时进行 就是相当于你两个不能够同时拿 但是因为你之前并不知道 你们公司是不是符合要求 能不能拿到这个JobKeeper嘛 所以你就申请了JobSeeker 然后你也符合了JobSeeker的要求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在每一个他的reporting date的时候 你就可以report 你在这一段时间有一个JobKeeper的income 那么只要你report了这个income就好了 就不用担心太多 如果大家有看到我之前的视频 我有主持过好几期的疫情补贴的专业讲座 那么我当时是采访的专业的资深的会计师 那一个呢主要是针对中小企业的 所以如果你是中小企业 或者你是soultrader的话 可以去看我之前的那一期 关于疫情补贴的视频 那么今天我就是和大家聊聊天 然后聊一下这个个人疫情补贴的事情 我刚刚呢就申请了 我想把我的养老金早一点提出来 所以我已经提交了我的申请 还是很快就在ATO 你就填你要把养老金提早提出来的原因 你就选 然后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从2020年 1月份开始我的工作时长减少了20% 你也有其他的原因 他有好几个原因可以选择 然后就tick tick tick submit 所以super养老金的这个提取还是很快的 可能会在4天以内给结果给你 然后我朋友呢 他老公已经得到了这个super的 所以我就非常肯定 其实这个super只要你提交了之后 很大可能你是会把它提取出来的 截止到3月30号的时候呢 政府所有对于这个疫情的补贴 已经投入了3200亿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澳洲政府做的蛮暖心的 在这几天 塔州州政府对于持有临时签证的朋友们 那么也包括留学生了 也有了相关的疫情补贴 塔斯马尼亚政府 它是提供300万的coronavirus的一个support package 塔斯马尼亚有26000个临时签证的持有者 我在看新闻 一次性的250澳币 对于family呢 1000澳币这样子 就是到1000澳币 塔州州长他说 我不同意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答案 临时签证的持有者他们只能够回家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支持所有在塔州 为塔州贡献的人 这一个疫情补贴呢 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塔州州长真的很给力 今天阳光好好哦 你看 那个阳光就从那边射进来 好舒服 我觉得现在澳洲的情况吧 大家也看到这个数字有点缓慢下降了 对现在是6600多例 昆州已经零增长 南澳新增一例 新州新增五例 维州新增两例 塔州零增长 西澳零增长 首都领地零增长 北领地零增长 所以整个澳洲的这个疫情的趋势是缓慢的往下降的 给我的感觉 因为我生活在澳洲这一边 原因是因为澳洲还是属于地广人稀的一个国家 传染力度没有那么强 这是真的 在塔州这边的话 像传染的比较迅速的是在塔州的西北部 但那个地方的主要是医院 医护传染比较严重 因为近距离接触嘛 大家呢也都在在家 而且呢 澳大利亚也是属于比较地大物博 比如农业也很发达 那么想要吃的这些 必须用品其实都是很充足的 好像现在我去超市的话 比如纸巾啊 洗手液啊 陆陆续续的都有了 所以我觉得澳大利亚在这方面 在面对疫情这个方面 占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我们家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小的冰箱 现在已经塞满了东西 好多番茄 因为我超喜欢吃番茄 刚刚不是跟大家讲了个人的补贴吗 我想多讲一句就是 关于澳洲红十字会这一边 它也给临时签证持有者一些补贴 但这个补贴呢 主要是一些必须物品 比如说药品啊 食物啊 这些 它不是收入上的这种支持 那么这个呢 也是政府拨下来给澳洲红十字会 澳洲红十字会呢 再派发给那些临时签证的持有者 那么我觉得就是 如果你是留学生的话 其实你可以去看看 像塔州州政府现在提出的 250澳币的这样一个补贴 如果你是生活品 这必须物品比较紧缺的 那么你可以去澳洲红十字会 他们有一个邮箱 或者是联系你所在的社区 寻求帮助都行 对 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几点吧 嗨 嗨 终于 是我的摄像是热的吗 还好吗 我恨我的房间 我恨我的房间 我需要转换把红柿和所有的 我恨你 如果我用了我的红柿 它不会让我拍摄 只会是我的红柿 I don't know this doesn't let me get I'm wondering have you applied for the central link? No There's a couple of reasons why It's because I am a sole trader It's a bit hard to apply for it because I still get a gradual income but it's less I've got a job interview with the taxation office So I'm also gonna Yeah It's funny I don't even do accounting Thank you everyone for listening and I hope you have a good night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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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又是忙碌的一天 我刚刚和Nathan直播完 所以我觉得 我现在脑袋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 所以呢我也不知道今天要干嘛 就想和你们聊聊天吧 我昨天已经去了一趟Central Link 然后今天我又去了一趟Central Link 然后今天是下午去的 昨天是早上去的 昨天早上去的时候 就是比较早一点 就没有那么多人排队 今天去的时候就已经有五六个人在外面排队了 但是也排的时间不会特别长 所以我觉得塔州还有一点比较好 就是人比较少 所以你排队也不需要排那么长的时间 不像悉尼墨尔本 我看到Central Link前面就排了一长队的人 哇天哪太恐怖了 我就觉得最近澳洲政府陆续出台这些疫情补贴 都还蛮实际 而且很有效率的 因为我现在也没有上班了 我有收到我们公司给我们Jobkeeper的payment 我已经就是符合要求了 所以我应该大概这几天会收到Jobkeeper的疫情补贴 Jobkeeper呢是政府发给公司 然后公司再发给每一个员工的 觉得还蛮开心的 所以大家就不会因为这个疫情没有收入来源 而感到不安感到紧张 下面一个呢就是跟大家说了这么多 关于疫情补贴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这一个这个AirPods 它终于到了 那么今天就是和我开箱这个AirPods 一个非常无聊的开箱 大家有在我之前有一个断舍里看到 我不是有一个蓝牙耳机吗 但是因为蓝牙耳机的耳塞 放进去我的耳窝之后呢 我觉得就很难受 Jobkeeper 你给我一下剪刀 我在我在录视频 我莫名其妙想录一个视频 小的 给大家开箱AirPods 那么可爱 脱掉它外面的盔甲 哇 我刚刚戴上了 我觉得还很好耶 因为我有看到别的YouTuber 的解说这个东西 他们这样甩头 他们那个全部都会掉 然后我现在这样拼命甩头 这样 它都不会掉耶 干嘛它都不会掉耶 我觉得很适合我的耳朵 真的 说明我是个好耳朵吗 它就完全不会掉 而且也不会说特别紧 特别不舒服 Double tap to play or skip forward 我来看一下 你这样Double tap 你就可以放下一首歌 但是一定要大力一点 就大力一点Double tap 大力一下 如果你这样摘了一支 对不对 它就不会听歌了 它就听不到歌了 你必须要两支这样戴上 不能够调声音大小 但是我现在可以听到了 你直接说Hey Siri 然后呢我要说小声一点 不然它听到了 然后它就会突然在你的手机上 出现一个屏幕 就是那个Siri的屏幕 然后它就问你要干嘛 如果说你说你想停止放歌 你就说Please stop the song 然后它就会帮你就是不放歌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用的 Easy peasy 我学会啦 好吧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记得关注我 我是Brave Lucy 关机怎么关啊 它上面有没有写关机啊 这个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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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